欢迎收看今天的炮新闻 人民公众党实权领袖拿斗斯里安华 要求联邦法院司法审核对其基监案判决失败以后 69岁的安华即使在2018年出狱之后 5年内不得参加宣举 看来已经失去了出任我国首相的机会 不过安华的妻子拿斗斯里旺阿兹沙 今天授寻时质疑一句 Never Say Never永不说不来回应 随着安华在本月14号失去最后的翻案机会 必须服刑到2018年 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建议 在推翻国阵以后 由公正党主席望阿兹沙和土著团结党主席 丹斯里慕尤丁担任过渡时期的政府首相 望阿兹沙迟迟没有回应 他今天在公正党总部的记者会上 面对媒体的尖锐提问 只说Never Say Never永不说不 面对记者穷追捕舍 瓦阿兹沙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另外万阿兹沙表明 公正党不会因为与土著团结党合作 就忽略了其他的西联成员党 西联仍然对伊党的加入保有开放的态度 目前正积极讨论竞选的策略 以确保在来接大选能够夺得政权 炮新闻 朱惠敏报导 另一方面 拿斗斯里旺阿兹沙医生 不认同前首相敦马哈迪 抨击政府发放一码援助金 等同是贿赂人民 其实你能不能给予到政府 那是贿赂人民 这些人的贿赂人民 这些人是贿赂人民 是贿赂人民的贿赂人民 如果他们的贿赂人民 贿赂人民的贿赂人民 我认为他们也能给予到政府 但是当然我能看到 你当时贿赂人民的贿赂人民 此外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震东认为 一马原助金不应该成为国政政府的经济政策 重新党副主席卡丽莎默也表示 人民不需要觉得获得一马原助金 就要有义务把票投给国政 这本来就是人民应该得到的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丽阿布巴卡今天驳斥 泰国警方发表有关 槟城已经沦为金三角贩毒集团的中转战 大批毒品透过槟城走私到其他国家的说法 卡丽今天坦诚 槟城的贩毒勾当确实猖獗 但不认为区区两三人贩毒 就让槟城背上贩毒中转战的恶民 全国人贩毒中转战的恶民 主带主任杜沙迪少将早前指出 国际贩毒集团看准冰城港口的便利 利用冰岛作为毒品中转战 毒贩在泰国缅甸以及辽国边境炼制的毒品 走私到冰城 之后再透过冰城 转运到其他国家黑市 对此 卡丽坚决否认泰国当局的说法 另一方面 针对一名修班警员 昨天凌晨在雪兰尔施拉秧的一个妈妈当 被小贩刺到长川渡烂 卡丽表示当局还在调查事故照音 不排除受伤警员 是偶然经过无辜遭殃 雪兰尔捕种公主城 过去四个月面对经常性水源中断的困扰 居民长期投诉不受理 捕种公主城居民 自从世贸越河受到污染 世贸越河绿水栈多次关闭后 就一直面对断水影响 多次向雪兰水供公司反应后 当局模糊的回应 令居民深感无力 每次我们叫他们 他们说我们还在调查 室的压力 或是低 或是低 每次他们说 请召唤参加 并不是很容易叫他们 例如这次回合 这周期 他们来两次 但昨天有几个艦艦 但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在短期的解决,我们在短期的解决,没有人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在短期的解决,我们在短期的解决。 我们在短期的准备。 人们在Bandaputri,Puchong,也许多在Puchong,也许多在这种状态。 商业也许多在这种状态。 很多商业也许多在这种状态。 医院在状态。 人们需要回到购买水,$3,000。 我们必须在每次的水剪刀的效果。 意思是,水被吸入的会是白色,有沙漏。 你不是每次吸入水,水会回来。 我们失败地保持到JKR、WHO的水平等额,被吸入到家。 公主城第六区第八区第九区第十一区 和3成8个公寓的2500个住户 长期面对水源中断的影响 台湾一名64岁男子疑似不堪 小三不断以金钱和分手威胁 于是在台北郊区勒死47岁的小三 之后再开车到200公里外的台南弃尸 行凶的男子落网后已经被控上法院 涉嫌谋杀的64岁男子今天押上地检署面孔石 不断表示后悔杀人 不过如今反悔也无法回到过去 台湾苹果日报报道 被告与47岁的小三发展婚外情 成年人谈恋爱 理应你情我愿 没想到最后双双玩火自焚 两人在本月21号从台北出游回城时 在车里爆发口诀 两人为金钱纠纷闹翻 女方一气之下以分手威胁 更放话说就算没有了男子 她也有老板关照 此话激怒男子 于是在车上失手将女子勒死 并在当天开车到200公里外的台南荒郊弃尸 五天后受害人的尸体被路人发现 尸身当时已经高度腐烂 头套黑色垃圾袋 脸部已经肿胀难刃 警方根据死者身上的发票 案图所记 发现死者曾在案发前与婚外情男友 下榻北投酒店 从CCTV画面可见 两人在等电梯时全程零交流 于是认定男子嫌疑最大 警方找上门 男子对恶行直认不讳 今天移送法办案件也宣告侦破 在印度首都辛德里 为了解决当地的雾霾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莫汉尔率领一群科学家 研发利用旧喷气机引擎来克服辛德里的空气污染问题 根据研究构思 这些旧式喷气机引擎会被带到煤矿发电站 面朝天空加以启动 引擎启动后的喷射速度等同于声速 研究员相信通过这样的程序 将能透过引擎散发的热空气 把烟雾推升到更高处 结束追捷炮新闻以前 一起到印度最西部的古籍拉特班 见证当地一名商人 自己出钱未超过200对新人 举行集体婚礼的盛大场面 我们祝福他们一生幸福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北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